前列腺增生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 有没有并发症 第二呢 它就是严重程度 那个主要是排尿的严重程度 第一呢就是说是排尿困难的情况 第二呢就是排尿急迫症的这种情况 是这样 前列腺如果单纯只是有一些钙化 我们呢有两个方法去处理它 就是说你到底是B超打出来是一个钙化呢 还是一个频片告诉的一个钙化呢 如果出现了这一个B超打出来的钙化呢 我们最主要的最主要的 我们是排除前列腺癌 就是说如果您不是前列腺癌 你这个症状呢又不是太严重的情况下 你可以不处理它 它跟正常的前列腺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说前列腺办钙化以后呢 这现在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处理方法 但是呢前列腺癌钙化以后 为什么会出现钙化 我就会有很多人担心 其实前列腺癌钙化有除了这个肿瘤这个风险以外呢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前列腺线线管的不通之后的前列腺的结石在B超上的一个反应 那么它也会表现出一个强回声一个表解为一个钙化或者是一个结石 这种情况呢还是根据症状来的 就是说最终是前列腺真身症吗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了吗 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吗 是前列腺癌吗 要明确诊断之后就可以进一步处理了 单纯的前列腺的局部概化没有太大的意义